哈喽大家好我是光德厚生 今天是实在是在家里憋不住了 然后上村子外面看一看 但是出不去了 已经全部封上了 防控疫情禁止通行 这是兔村的一条路 这其实是一座桥 下面是一条河子 然后带大家在村子四周 骑上我的小摩托 然后带大家去转一圈 看看村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别下去 别下去 经不住了 这天这么暖和 对啊边上的画了 对早晨可以 都在大地上溜达了 刚刚我看到一个 然后从桥下面过去的 现在这冰可不行了 记得我们小时候 然后总在这条河里洗澡 现在水比较少了 小时候水特别特别多 每一条路都有一辆面包车 在这守着 那下面这条小路都堵上了 这不都是抽不去的 然后都在这堵着呢 现在来到了我们村子 这边来透透气吧 就在这里看看风景吧 看看河 看看河 现在口罩是稀缺用品 好好保护 今天真是阳光明媚 但是空气挺好的 这村子里的广播 不知道视频里能不能听到 循环播放 这种疫情情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可能到月底吧 月底就差不多了 然后疫情过去 就是上班了上班了 最近有好多粉丝朋友 给我发私信 说让我买车 但是我感觉买车 暂时是不需要 因为现在用车的地方很少 对我来说 现在也不是刚需 我这一辆小泰本车 基本上就够用了 然后买车毕竟是 多了一份消耗 消耗也不算太小 如果是等以后 用车的地方多了 然后我再买 其实暂时不是买不起 就是感觉什么东西 买完以后就得物尽其用 我不可能 买完车以后 然后就在家里放着 相当于好多上班的 然后家里有车 然后一直放着 每天都在消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 也请关注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